你PTE你总体考下来 你对这种要考65分的学生 特别像这种国内一直是哑巴英语的 就四季刚过的这种学生 有什么建议吗 就复习的当中 首先在口语方面 我的建议是抓RA 我觉得RA比抓RS的性价比较高 RS我觉得 我这次RS做的也不怎么样 RS就是 对于一个很少说英语的人来说 你可能能够听明白了 然后你再把它说出去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要转化的这个过程 对于一个很少说英语的人来说 是有点困难的 说你可能听懂 然后你说的时候 反而就说不出来卡住了 我觉得RA对于我们这些 通常英语口语比较差的人来说 是方对简单 而且相对容易拿到很多分的 然后包括一方面的 extended speaking 这次我这个分拉满了 明显就是分上来一些 我主要我觉得主要就是 主要是拿这两边的分 但RS我觉得每天也是比较练习的 就是我感觉比如说我要考到 我考现在我考到这个95分 我这个RS这考的分数 我觉得就保持在50多分也够用了 我感觉 对因为你之前跟我说你在搞ISI 但是IS就搞了 就是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就也搞不定 对吧 所以还是把DI和调料者流度发音搞对 对 好的好的 那就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考PT的学生 喜欢考PT没考什么雅思 雅思气氛是不可能的 然后的话 我看看其他题型的话 对 sstsst这个题 是很多人都说要套模板 然后人家就是套模板 然后把关键词也记下来 就像口语的reta lecture一样写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 我前几次也是这么考 这次我这么 我看过那个小分 这个SST拿的分还可以 比之前都高高一高一节 我觉得我这次评出尝试 是我尝试的句子去编语的写 我没有就是就是我把这些关键词 我听上完以后 嗯 我没有把它之间套进模板里 我是之间我就把这些词 我可能就是我去编句子 然后把它 然后语与动词名词 我把它成一句话 然后这样子去写 哎这是分的确是搞很多 所以我感觉SST这方面 呃 我还是我问题来说 这种还是采用了自己关键词法 就是我没有把这些关键词之间套入模板 我是自己弄了一些句子 然后如果字数不够 字数不够的话 我再用模板来凑个字数 我是这样子的 所以SST确实提个一部分分 OK FD这是最最最重要的 我这次四中四 啊 那很好 那运气很好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 我基本上可以说达的FD是满分 我这次 哦 那挺好 运气也来了 挺好挺好 其实达的FD的相对来说是 我感觉是最好中的 所有的对 可以没问题 我感觉阅读 您上次也跟我讲过 其实阅读 重要的不是词汇量吗 我感觉其实我 我这次做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没有去刻意的去 想要把整篇文章去搞懂 我这次我这次就主要是 他本身的词性 包括他这句话 那一些就是前面的词 比如说 呃 应该有个暗的连接 我前面词是一个 呃 我举个简单前面是一个significant的 然后有暗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空 那么这个空前面 这个空肯定是跟 significant的相近的一个形容词 啊 那么我 然后我就选一个important 然后就对了 嗯 就是 这就是我感觉 天一的阅读 其实 呃 很少让你去真的去搞懂 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一种 这个 本身这个空这个词 和他这一句话的一个联系吧 我觉得 嗯 就是 嗯 体上是这样子 我这次阅读应该是做的 还是相对不错的 对对 你阅读很 六七分挺高的 很多人阅读都过不了 嗯 好的好的 特别感情 没关系 没有你想说什么 可以继续说 哈哈 我再讲了 你还要再说话吗 哈哈 没有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我也没有准备 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对对对 但我也就是这样 没关系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随时在微信我就是了 嗯 行 好吧 我们有机会 一定要在信息 行 OK 好 谢谢老师 那么长时间的知道啊 没关系 好 我上次我觉得跟你聊天 就明显有效果 我就很开心 嗯 对对 所以以后碰到困难 别自己下掌 你知道 别想打个电话求助 没什么的 对啊 好 拜拜 拜拜 老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